身穿粉红色上衣的男子站在超商柜台前 没有要结账 手持水果刀放在桌上 讲几句话后 店员就从收银机拿出一叠钞票 男子一看到立刻伸手拿走 接着转身离开 事情发生在17号深夜12点多 基隆七毒永富路 一名店员在超商值班 结果突然有一名男子 手拿水果刀大喇喇放在柜台上 要他拿钱出来 而店员看到刀子还是很冷静 放下手机后从收银机里拿出九千元 对方伸手接过钱就离开 店员立刻打电话报警 警方获报后二十分钟后 就在明德一路重校街口 发现嫌犯踪影 后来嫌犯称自己吃了安眠药 意识不清才会犯案 当场查获现金九千元 及丢弃于草丛之刀蟹 全犯讯后依恐恶取材罪送办 警方调查嫌犯是毒品人口 疑似缺钱花用才会犯案 幸好事发当下店员保持冷静 还观察嫌犯的去向 远警才能迅速掌握行踪 也顺利找回被拿走的九千块钱 TVBS新闻刘欣奎 廖子盼 接龙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